公元前2022年冬,北风呼呼的吹像是北戈,也像是晚戈,项羽率土军退到了该下,出汉之争的决战时刻终于到了。 在决战之前,我们先来看看双方的军事情况,刘邦这边主要谋士不下十人,主要汉将不下二十人,其余大小将领不下百人,兵力总数超过了55万人。项羽这边的储君已是孤君已知,他手下的谋士如今只有项部一人,主要将领有钟离妹,继部两人,兵力总数约十万人。 果然,大战决战开始之前,处于绝对劣势的项羽,鼓好士气后,项羽开始进行军事部署。 他将十万储君一分为三,呈品字型布局。 他派钟离妹为右军主帅,带领二万储君屯于该下东北方向,派气部为左军主帅,带领二万储君屯于该下西南方向。 自己居中带领储君主力迎战,并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。 随后出招的刘邦只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将整个大会战的军事指挥权交给韩信。 事实证明,赌徒刘邦这一次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,把军队的总指挥权交给韩信,是知人善用之举。 在接到调兵的服务节之后,韩信本着一颗感恩之心,马上进行战略大部署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一向用兵如神的韩信,这次借鉴了对手项羽的不准之法,也排出了品质型阵势。 他派陈赫为右军主帅,带领五万储君屯于该下东北方向。 派孔熙为左军主帅,带领五万储君屯于该下西南方向。 自己居中带领汉军主力三十万大军和储君正面作战。 当然,在走别人的路的同时,韩信还做了两个创新之举。 第一,他精心挑选了汉军当中最为出色的十个将领,包括樊快、英步、彭越、周伯、曹森、冠英等永贯三军的人物。 然后,把四级的主力中路军分成十队,每个将领负责一队,以十面埋伏布阵,阵与阵之间层层相伪,层层接应,紧密而有序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面埋伏。 第二,他把刘邦和周伯两路大军安排在自己中路主力军的身边。 安排十面埋伏,韩信美其名曰布阵。 安排刘邦,他美其名曰督战。 安排周伯,他美其名曰断后。 但是,只有韩信一人知道,他之所以这么做,其实是为了给自己上一道三保险。 这次,楚汉双方布阵完毕,正式开战。 主动出击的是韩信,他首先使出诱敌的计谋。 韩信亲自带领三万精兵去挑战项羽。 大决战的序幕正式拉开,项羽自然怒不可遏,三万人马胆敢来挑战我十万精兵,太狗眼看人低了。 他大手一挥,率储君清朝而出,呼啦啦地冲杀出去。 那架势,似是要把韩信剁成肉泥才解痕。 韩信这么点兵马怎么抵挡得住项羽清朝之君,于是只能边打边退,边打边撤,边打边逃。 项羽恨不得马上抓住可恶的韩信抽他的筋,包他的皮,所以对韩信穷追不舍。 项羽像是刚出山的狮子势不可挡,而韩信则像是黄黄的野兔,狼狈不堪。 正在这时,只听一声爆响,十面埋伏中的第一队人马出场了。 卓博和冠英带着汉军杀出来了。 项羽正手咬呢,面对四面永兴出的敌人,他一身绝技得到了充分发挥。 打得卓博和冠英两人手忙脚乱。 不多时,项羽率领储君就冲出了包围圈,第一关顺利闯过。 在闯第二关之前,项羽说了一句开场白,都说韩信用兵如神,原来也不过如此呀。 如果你是一个三国民,一定会知道曹操在兵败赤壁,败走华荣道时, 曾在淘宝路上的险要处发出过三次感叹。 每次嘲笑诸葛亮不会用兵时,都会出现诸葛亮早就派在那里的伏兵。 最后,如果不是知恩图帽的管羽放了他一马,只怕他在华荣道就要结束其光辉的一生了。 现在这种情况就要和曹操那次如出一辙。 项羽的感叹话音未必,只听见炮声又响起,两边又闪出两路伏兵来,由樊快和曹森领军。 项羽同样使出浑身解数,不多时,樊快和曹森也招架不住了,纷纷摆退。 项羽继续带领储兵向前杀去。 就这样,项羽每冲出一路敌军,还来不及喘气,就又会出现一路敌军。 最后,他凭借个人的勇猛,并且以牺牲了大量储君为代价,才连冲出了七八阵。 项羽不是傻子,已然明白了敌人已经进行了严密的步伐。 只是当下储君只有一条路可走,向前冲。 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可攻,斩手。 先斩了韩信的首级,再斩刘邦的首级。 这样一来,汉军再多也无济于事了,这样一来就可以立万狂澜,笑好天下了。 明知山有虎,天向护山行。 当项羽发出斩守行动的指令后,士兵们再次施起大阵, 跋山倒海般地向汉军的行将之地冲去。 汉军被储君替势所射,纷纷溃退,眼看就要全新势力了。 就在这时,储君的后面却突然慌乱起来, 项羽正攻得起劲,但还是察觉到了后军的异样, 于是赶紧来了个木人回首。 这时,士兵过来禀报项羽说, 汉将孔熙和陈鹤击溃了我军左右两翼, 这迂回到我军背后进行包抄。 项羽的作战风格向来是把骑兵放在前面冲锋陷阵, 把步兵放在后面全面推进。 这次大决战也不例外, 他的骑兵在前面冲,步兵则跟在后面一步一驱。 而韩信早就看到了储君的软肋所在, 令孔熙和陈鹤左右两翼大军埋伏两侧不动。 不参与和储君的正面作战, 等储君骑兵全部都过了, 他再对储君步步发起进攻。 这样一来,储君自然抵挡不住了。 韩信以十面埋伏,又我军深入, 再以两翼之君洗我后方, 让我军首尾不能相顾, 战术果然高明呀。 项羽一边感叹, 一边马上做出紧急应对措施, 撤军。 储君前队改后队, 后队改前队, 依次回撤, 全力突围。 撤军是项羽做出的明智之举, 因为他终于意识到了交战对手韩信的强大。 既然韩信的布局如此精密再向前冲, 那便是自投罗网, 自寻死路。 只有撤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, 方是最佳的脱身之急。 正在这时只听见联想三炮, 韩信马上开始反攻了。 但见汉兵遍地开花, 骑兵步兵层层有序, 那个壮观难以形容。 换作一般人只怕早就被吓死了, 但项羽可不是一般人, 战神张涵都不是他的对手。 关键时刻, 他临危不乱, 让钟离妹和纪布两大猛将断吼, 他自己亲自冲刀新风, 指挥储君有条不紊的向外冲去。 储君突围的最后结果是, 项羽还活着, 和他一起活着的还有三万残败的储君。 十万人征战三万人, 还一战斩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兵马。 这是项羽出道以来最为惨痛的一败, 也使他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一败。 这一战定乾坤, 也纠定了项羽最后悲惨的结局。 现在很多人都奉韩信为兵先,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, 韩信打败了项羽, 但是很多人就纳闷了, 在韩信以往的历史中, 并没有过多的战绩, 甚至领兵打仗的时间都很短, 为什么能够打败堪称战神的项羽呢? 其实这里面, 包含既有个人因素, 也有客观因素, 两个方面的原因。 第一, 韩信个人的天赋和努力。 论打仗的天赋, 个人认为, 韩信不如项羽, 但是在大规模战略决策方面, 韩信则比项羽要强。 韩信早期是项羽手下一个小将领, 正因如此, 韩信才投靠了刘邦。 韩信和项羽两人均于秦国上将军, 张寒有国交锋, 并且都取得以少胜多的战绩。 在巨鹿之战中, 项羽破釜沉舟表现出了极强的勇气和信心, 一举击溃秦军。 可以说, 项羽与张寒的交手过程中胜在了气势上, 并非战略谋略方面, 而韩信与张寒的交锋, 则是确确实实地胜在了谋略上。 所以, 以此看来, 韩信的战略天赋要比项羽强。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韩信受胯下支入的故事, 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说明了韩信的个人成长经历, 是极其坎坷和曲折的。 韩信是从底层一路成长起来的, 到三军统帅这一地步, 韩信经历了太多太多, 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 反观项羽, 项羽出身楚国贵族, 跟随叔父起兵, 虽然楚国名义上的首领是楚怀王, 但实际上项羽才是楚国军队的首领。 项羽从一开始就统领三军, 除了个人天赋之外, 几乎很少有努力。 所以, 韩信即使遭遇失败, 也不会一蹶不振, 从头再来的勇气要大得多。 而项羽则不然, 从小没有努力过, 没有经历过挫折, 一旦遭遇失败, 就没有了东山再起的勇气。 这是为什么韩信能够战胜项羽的一方面原因。 第二, 客观方面的原因。 纵观整个楚汉战争, 韩信与项羽之间的交手仅仅只有该下之战, 而其他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刘邦率领汉军, 主要部队与项羽交战。 而韩信则带领了另一支汉军在北方打野发育。 早在属地之时, 韩信就制定了明修战道暗渡陈仓的计策。 韩信运用此计策出兵关内, 一举击败张涵、 董一、 司马兴三人为刘邦出兵关内扫起了障碍。 自国以来, 得关中者得天下, 占据了关中地区就几乎是统领了整个中原。 所以韩信这一手直接使刘邦在楚汉争锋中立于上方。 虽然项羽兵力充足武力强大, 但是刘邦民心所向也有一定实力于项羽争雄, 更何况当初楚怀王制定先入关者为王的约定。 刘邦本来就应该是关中王, 但是项羽却把其封在了偏僻的汉中, 这一来就失去了民心。 项羽打败秦国军队之后, 坑杀秦国军队士兵二十万人, 刘邦攻入咸阳之后, 则秋毫未犯。 刘邦的人意也深得民意, 所以在于项羽的争霸中, 才能够逐渐游弱变强。 韩信也是借了这一契机, 沾了刘邦仁义的光, 最后才能在该下打败项羽。 所以说, 打败项羽也不是韩信一个人的功劳, 而是整个刘邦团队运作的结果。 该下之为项羽已是强奴之墓, 再加上韩信、 英部、彭越、 冠英等一大批优秀将领的围攻, 才能够打败项羽。 所以, 韩信能打败项羽这一说, 也许并未成立, 因为韩信该下之战的胜利, 算得上是团队合作的结果, 如果让韩信和项羽一对一的决战, 谁胜谁负还说不定呢。 感谢观看